大家好,我是长工 有时候我喜欢把鸟的影像集合起来 以一种自己觉得比较漂亮的形式来呈现 这个并没有要介绍什么鸟什么鸟 只是想把它串起来成为一个比较赏心悦目的影片 那我今天要介绍一下我之前曾经发表的《正路于飞》 这部片子《正路于飞》 这一句话,这个题目是出自《正路》这一首古诗 他的意思,他的整个诗词是这样的 我念给大家听 《正路于飞》 《正路于飞》 他把原来商朝王室的后裔分封到宋国去 那周朝在祭祀的时候,前朝之后宋为子 他在宋国来参加祭祀 那因为宋为子他的声誉很好 他原来在商朝的那个时期 他也是一个,等于说他也不喜欢当时的腐烂的情况 他也是一个表现突出的人 所以周朝的王室欢迎他来祝祭 怎么比喻呢?就用这个白鹿 他说一群白鹿飞起在那西边的草泽上 然后我有嘉宾来到这里帮忙我祝祭 他也有这个白鹿般圣洁的容貌跟气质 所以等于是说周朝的人非常的称赞 欢迎这位前朝之子来到这里来祝祭 然后用白鹿 白鹿那种洁白、圣洁的形象来形容它 所以这个鹿、鹿丝白鹿 在古代它是非常神圣的象征 因为它洁白,它全身几乎都是白的 所以有这么样的一个古诗形容 那我当时因为白鹿很多嘛 还不稀奇啊 白鹿我们讲的有大白鹿、中白鹿、小白鹿、黄头鹿、唐白鹿等等 大概就是这几种都是以白鹿为主的那个鸟 那我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用一个配乐啊 它是史诗的一个很磅礴 那我是以音乐为主 以音乐为主 从头到尾就是一首歌 一个史诗的诗篇的那种歌 然后影像就是搭上去的 所以它影像出现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逻辑 它就是配合了这个音乐出现的 所以你如果看这一部片子呢 它是一个不是介绍的 不是介绍鸟的 我很多都是介绍的 它这个部分是让你来欣赏 来评价一下啊 像这种的 因为我们拍久了 有很多的影像啊 有时候想会把它集合起来 做一些变化 这一部就是正路于非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我想说 跟大家介绍一下 接着再看一下这部片子 谢谢 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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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